哈佛家训,船长的年龄 有人出了这样一道数学题,一条船航行在大海上 船里有75头牛,32只羊 请问,船长的年龄是多大? 教育研究者分别用这个题目测试了很多学生 结果除了少数人表示,无法得出结论外 大部分学生都自信地认为船长的年龄一定是75-32等于43岁 经历过无数考试的学子们,从来没有见过没有答案的题目 他们说,既然有75头牛,32只羊这样的已知条件 那么答案只可能是两个 要么是75-32等于43 要么是75加32等于107 从结论上推论,后者排除 然而,75头牛减去32只羊 等于船长的年龄就符合逻辑吗? 不久,又有人出了这样一个题目考学生 一位探险家向南走了一英里 然后向东走了一段路 又向北走了一英里 结果,他回到了原来的出发地 并遇上了一头熊 请问,他遇到的那头熊是什么颜色? 面对这道题,大多数学生都束手无策 因为它既不像地理题,也不像数学题 况且,因受平面几何的深刻影响 他们认定这道题出错了 因此如此两次90度的转折 怎么能回到原地呢? 然而,根据地理知识综合思考一下 就能推出正确的结论 这个探险家身处的地点肯定是北极 在白雪矮矮的北极 我们见到的熊会是什么颜色? 这道题不仅有答案 而且答案为一 对于生活,我们常常有意去培养一种习惯 但对思维而言 即使一种再好的思维方式 如果成了习惯,都将是灾难 生活中,并不是什么都会有答案 就像传长的年龄 并不是所有的答案都一目了然 就像熊的颜色 习惯让你荒谬地得出传长的年龄 习惯又使你差点错过一头白色的北极熊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 去年龄